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宁心俱力促发展 成事而上开新局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下午三时闭幕会开始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离 刘起宝 帕巴拉格列朗杰 董建华 万刚 何后华 卢展工 王正伟 王正伟 马彪 陈小光 梁振英 夏宝龙 杨传堂 李斌 巴特尔 汪永清 何立峰 苏辉 郑建邦 孤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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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新成 何为 绍洪 高云龙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王滬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 在主席台就坐 汪洋宣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 应出席委员2158人 10到2087人 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政协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 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提案委员会 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 政治决议 委员们一致赞成 并坚决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做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 汪洋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聚焦十四五 共化新蓝图 汇聚正能量 是一次民主团结 求识奋进的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出席会议 与委员共商国事 全体委员 深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十四五规划 纲要草案和其他报告 认真审议 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等文件 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 取得积极成果 充分体现了广大委员 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的担当精神 展现了人民政协 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作用 汪洋指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第一年 人民政协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 落实下去 把海内外中华儿女 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 起好步 做出积极贡献 汪洋强调 人民政协 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 必须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和重大政治责任 不断强击固本 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更好发挥协商民主 这一实现党的领导重要方式的作用 通过政协协商的制度实践 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行动 人民政协作为用党的创新理论 团结教育 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 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 推动政治上团结合作 思想上共同进步 行动上步调一致 着力构建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以协商交流为特色 以自我提高为主旨 以增进认同为目标的学思建物平台 加强以中共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 做到学史名理 学史增信 学史重德 学史例行 人民政协作为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 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 必须多做宣传政策 解一世货的工作 多股团结奋斗 共促发展的干劲 强信心 聚人心 祝同心 创新开展界别群众工作的形式载体 不断完善政协组织委员 委员引导界别群众的工作链条 形成广急众志谋良策 万众一新 开新局的磅礴力量 汪洋最后说 国之大者 就是责之重者 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 使命召唤 责任在间 我们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大力发扬三流精神 积极投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 不断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 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 丁薛祥 王晨 刘鹤 许其亮 孙春兰 李希 李强 李洪忠 杨洁篪 杨小杜 张又霞 陈希 陈全国 陈敏尔 胡春华 郭生坤 黄坤明 蔡奇 尤全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 列席闭幕会 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